突发,阿娇酒店发生意外头部受伤严重,霍问希荣祖儿已赶往医院。 9月7日,经纪人霍问希透露阿娇在凌晨2点入住下榻酒店房间时发生意外,头部不慎受伤。 事情发生第一时间她被紧急送到了厦门的当地医院,目前正在留院观察。 作为经纪人,霍问希称自己和阿娇的闺蜜荣祖儿正在赶往厦门。 阿娇与老公赖红国签手分居协议已经过去了4个月的时间了,二人各自开始了新生活,阿娇似乎与19岁的南网红感情升温。 消息一出,立即引发热议,由于当时阿娇还未与赖红国传出分居的消息,所以当时大家都觉得阿娇只是一时兴起,觉得好玩而已。 但万万没想到4个月后,于眼龙就签约了阿娇所在的公司,这难免不让人猜测二人的关系。 同时霍问希也否认了阿娇介绍于眼龙加入英皇娱乐的说法。 对于阿娇早前观看并打赏于眼龙的行为,霍问希则为其解释称,阿娇基于好奇才去看他直播,因为觉得他很努力,所以打赏作为鼓励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